三藩市政府近日宣布 将越南语列为官方语言之一 必须将所有公告文件翻译成越南语 此行变更源于三藩市市参事会 上星期对语言服务条例投票通过的修订 将官方语言的人数门槛 有一万人降低至6,000人 令越南语成为三藩市 继西班牙语中文和菲律宾语之后的 有一官方语言 数据显示三藩市有6,791名 英语能力有限的越南语使用者 新条例要求市府各个部门的通知 网站文本以及其他官方服务 提供越南语翻译 根据2022至2023财年语言访问合规报告 只有4.91%的官方材料提供了越南语翻译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道 这两个下卫视记者etz评访问合规报告 就被打入了越南语问 大家访问好有限的越南语法 本译都给判打一往